就在刚刚 斗雀之身来到封印上古凶魔之地 难道这就是上古凶魔之一 你是怎么进来的 行了 你不要说话 不要惊动了那个家伙 小爸爸 你是疯了吗 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知道 这里是夜风国的甲黄陵 封印三大凶魔之地 哼 知道了你还进来 我来这里 自然有我的事情 老人家 您就是我们夜风国的皇帝陛下吧 我受谷与您所托 来寻您出去的 你是来找那个当皇帝的 可惜你找错人了 我不是那个人 那你是谁 行了 你既然是来找那家伙的 就跟我过来 你最好是能带着他离开这里 老人家 您到底是哪位 我妈 一个该死的老家伙而已 那家伙就在那儿 还有一口气 不过何死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他这是怎么了 几年前这家伙来到这里 也不知道他是倒霉还是走运 来了就碰到你刚才见到的那个怪物 被一爪子拍飞了 结果竟然没被拍死 被我给捡到了 暂时安置在这里 这处秘境之内不是有混沌灵溪吗 那个东西都无法为他疗伤 混沌灵溪这里的确是有 但是我不能去取 为什么 说了你也不懂 你若是有心的话 我可以给你指路 你自己去取 应该还能救活他 那就劳烦前辈给我指路吧 这人我是一定要救的 在那边 凤凰余晖落下的地方 就有混沌灵溪 不过你记住了 一定要在余晖熄灭之前回来 而且路上不管有谁和你说话 都不要理他 嗯 这又是和解 你不用问为什么了 快去快回 照我估算 你还有一个时辰的时间 一个时辰之内 一定要赶回来 然后待在这山洞里 我不找你 你死都不能出来 这 好吧 这身法 看来他也不是一般人呀 竟然有这么多混沌灵溪 折腾了这么长时间 也才收集了半瓶而已 算了 应该也够老皇帝用 这封印之地 还有其他人的存在 不想死的话就离开这里 快走 我是做错什么了 快走 快走啊 这不是刚才进来 看到的那个怪物吗 那女子是上古凶魔之一 你这混蛋东西 你知道这玩音 收集起来有多费劲吗 天道剑法 阵魔 这都没死 无愧是传说中的凶魔 果然是不死之身 那这样的话 就来试试我近身后心领悟的这一招吧 来得好 三魔齐聚 正好来验证下我这招的威力 天道何弹 给我炸 怎么是这个老头 难道这家伙也是三魔之一 可是刚才是他带我找到的老皇帝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又来了吗 你是谁 你赶紧走 我要控制不住我自己 我不想杀你 怎么可能 你没有死 齐人 你认识他 我怎么还没死 又见面了 你是那个小鬼 刚刚是你打败了我们三个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话该我问你吧 身为传说中的三魔 你们三个是什么情况 算了 反正也不是什么秘密 就告诉你吧 他叫傅青年 是一个大宗门的圣女 这位青年名叫剑衣 乃是千年前 名动一时的绝世碧王 我叫叶腾灵 是首屈一指的阵法天才 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你们的故事 原来 这三人都是北域之人 在一千多年前 也是名动一方的天才 三人相识多年 性格相似 于是结伴为兄弟 然而三人虽然天赋高绝 但到了杜杰境巅峰之后 便遇到了各自的瓶颈 用尽所有方法都不得突破 终于 功夫不负有心人 见意外探知到一个 上古仙人的墓葬所在 相传仙人墓内 就藏着突破杜杰境的方法 于是 三人相约 一起进入仙人墓 并过层层闲走 三人终于来到了仙人墓的深处 见到了仙人观谷 激动无比的三人 开启起了仙人观谷 所以仙人墓的传说是假的 也不能说是假的 只不过里面葬着的 并不是寻常的仙 而是一个堕仙的植骨 嗯 堕仙 所谓堕仙 便是堕入魔道的仙 这种佳话 往往比真正的邪魔 还要更加邪恶 所以 你们被堕仙的气息污染了 所谓仙人墓的消息 根本就是一场骗局 他动用手段 引用强大的修行者 进入仙人墓内 然后用他的气息 污染我们 想让我们成为他的仙奴 被他污染之后 我们突破了境界的桎梏 还获得了不死之身 但是 相应的是 我们的身体 包括意识 每一天都在受 堕仙之气的侵蚀 想要保持理智 只有用大量的鲜血 洗涤堕仙之气才行 可是这样一来 我们同样要杀大量的人 也就是说 你们一旦发狂 就会大开杀戒 而你们不想发狂 同样也得靠大开杀戒 来保持理智 可是我们三人 都不是试杀之人 当我们察觉到事情不妙之后 就想要用自杀 来破解这死局 可是 不管我们怎么做 我们都死不掉 所以被封印在这里 是你们故意的 感谢观看